一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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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喂 那有格局 有格局 有格局 汪曉飛最有格局的企業家 阿娘張蘭連日隊前夕 FTAX各種攻擊 連S媽到小S 居君彥全都不放過 通通拿來直播當話題 你要想戴綠啊 給自己戴就行了 女孩子呢 春風得意點 人家早聯繫上了 早給那個戴上綠帽子了 什麼婚後的聯繫的 你信嗎 那你得買 借買 貓皮軟汗帽 張蘭左色戴S戴綠帽 又噴聚君彥 吃軟飯 各種話題蹭蹭蹭 讓她直播流量狂飆 荷包滿滿 我連視頻都給我來律師函 想看律師函嗎 都給我來了 兩封律師函了已經 一直在聲明中 祝福前夫與前婆婆的大S 終於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 直接賽出銀行房貸清單 打臉張蘭 不再給汪曉飛 北京爺人們流面 宣告兩套房 都是愛心絕羅網挑號 我買單 酸前婆婆 三絲粒結賣酸辣粉的 還被兒坑 男人養 叫天天地 女人養男人 那可不行 直接打臉 汪曉飛才是 吃軟飯借錢的人 吃軟飯就吃吧 那讓我靠靠 我的媽呀藍姐 您這不是雙XXX吧 大S 帶出2018年的自己生日 當天 汪曉飛向他借2600萬的借據 兩人決裂徹底 媽咪 逼得張蘭躺床認了 兒子確實曾經向大S借錢 大S也說 借據是個至今只還了500萬 嫁入豪門真是穩賠 現在祖宗18代都被毀謗 難怪軟飯賣的假輕就熟 讓汪曉飛一下氣的也發文反擊 痛批大S 我配當孩子的媽 表示買房當時在台灣沒有帳戶 才匯款到大S銀行帳戶 借錢是因為大陸匯款不易 女方說離婚不用再還錢 現在又出額反而自己同意慢慢還 接著把大S曾刷的飾品公開 聲稱價值百萬 不過眼尖的網友發現 這其中有貓膩 汪曉飛秀的一票購買單巨上 其中的頭紗與項鍊 似乎與大S與劇軍業結婚照 款式相近 對此就有網友評論 關內出軌得性病 人家花你100多萬報復性消費 剛好而已 大S就在下方點讚寫下 你懂讚自此不回了 套具酸辣粉的話 我們要用法律保護自己 修一顆善良的心 養一張有情的嘴 做事有德行為有品 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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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大的幸福